大家好 今天要來為大家介紹的是GORILLA的新產品 不鏽鋼超省力多功能剪 大家可以看到 使用打開就是我們漂亮的剪刀本體 是灰色跟黑色的設計 那這邊呢 有一個快速的解鎖開關 打開之後它就可以進行使用了 然後鎖起來的時候跟以往的花剪設計在下面不一樣 它在上面的 所以只要上面打開 往下一撥它就可以開始使用了 然後這邊是有非常粗的彈簧 所以不用擔心它容易鎖壞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地方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因為剪裁的幅度不一樣 所以我們有兩種Size的設計 一個是比較 這邊有個小小的手 就是可能適合比較小的手的人 然後它就可以進行比較小規模的 這樣子使用 那如果你想要比較開口比較大的時候呢 就可以把它調在這邊手比較大的這個標示 然後它就會髒的比較大 可以比較適合大的手 關於剪刀材質的部分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剪刀它是用很厚的不鏽鋼 那這個不鏽鋼都是日本的 那有一個很明顯的地方 就是我們剪刀的這個下面呢 有一排的鋸齒狀 那這個鋸齒狀呢 可以再讓你剪一些比較就是容易滑掉的 不管是你料理的時候要剪的一些雞肉 或者是一些塑膠材質的東西的時候 它可以很緊緊的抓住 抓住的物體更好的剪斷 那我們直接就來看看 為什麼它來叫做省力的剪刀 那首先我們直接從 比較厚的這個指板來開始 可以看到剪起來非常的輕盛 那以比較薄的這種氣泡質來說呢 其實它也是可以勝刃的 可以看到 連氣泡質它都剪的斷 銅菌繩的部分就是類似這種材質 大家可以看到 這種銅菌繩的材質 一刀兩斷 很清脆的聲音 塑膠的材質的這種 你看也是一樣 一刀兩斷 那接下來我們挑戰比較難的 八分的這個水管 應該是最粗的這種 直徑的這種水管 非常輕鬆 最大的省力的功能 就是因為它的這個 力矩比較長 下面的這個把手部分比較長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剪的非常的輕鬆 那我的側邊 有一個開口的設計 這部分呢 可以讓你 拿類似這種 比較軟的金屬線 只好是軟的金屬線才行 大概是紅銅 或者是 一些焊錫的這種金屬線 金屬的部分 大概只能做 剪筆 不鏽工軟的這種線 那它直接放進去 皮革類的產品的時候 大概會是怎麼樣的狀況 大家可以看到 它其實非常的順利 它可以 皮革也可以剪得非常的漂亮 連麻布這種材質都可以 很輕鬆的進行剪材 所以是可以從頭剪到尾的 那最後呢 我們想要來挑戰一個 可能不會有人想要嘗試或挑戰 但是我們真的很想要試試看的 那我們就拿到一雙舊的這種 膠鞋 那這種舊的膠鞋 可以大家可以知道說 它是非常的厚 那我們想要知道說 它用這個 直接剪開的時候 會是什麼樣子 那我們先從後面開始剪剪看好了 那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為什麼說它是一個非常非常省力的一個 鐵刀 是因為連膠鞋這麼厚的一個材質 這樣剪下去 可以有省力的功能 幾乎沒有什麼猶豫就下去了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對於 Gorilla這把最新的超神力不鏽鋼 多功能剪刀的介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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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先在訪 關西 打對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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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